Hello大家好,我是大胖兔 今天呢给大家看一下我极简厚的屋子 就基本上这个屋子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桌子,还有几把椅子 你看,基本上啥都没了 这地上呢,这也是铺的地砖 这个铺的 反正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然后就是这些小柜子 有个仙人掌,仙人掌比较好养 这个Crystal上面这些水晶石 我感觉它是有一种能量存在的 任何水晶有种healing energy 我自己是这么感觉的 它差不多了,这水晶石呢 我以前有很多,现在呢就是极简嘛 就只留下这两个 而且你不要留太多的水晶石 它就会打扰你的气场 有是好,但不要太多 OK,再给大家看这两把椅子 如果来客人多的话呢 可以坐在这个这里 然后就是一个小的炉子 基本上就没有了 我今天呢,待会要清理一下这个灯 这个炉子呢,其实是插电源的 你看它后面有电源线 为什么它用电源我觉得比较安全一些 你像这个炉子吧,拿给大家看 用气的,用气呢,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打开气之后呢 需要把这个东西,它就是通风口 如果你打开气之后呢 你就需要把这个 把这个通风口打开 如果不打开就容易二氧化碳中毒 所以这个炉子我是从来不用 基本上不用,你要忘了怎么办呢 所以是 在我这个炉子旁边 以前一个狗的雕塑也被我卖掉了 没有用这些东西 极简嘛,不是要 再第二种就是真的这种炉子 像我家邻居它这样的炉子 你看它上面给一根铁丝网裹起来 就是防止那些鸟呢 掉到这个炉子里边去 就每天烧柴火要清理的 第三种呢,也是就不烧气 也没有烟囱,也是这样去像烧炭 烧煤这样的,我都把它清理了 因为我不用,我嫌麻烦 也比较懒,放在那里脏乎乎的 就给它都铲除了 再一个呢,再回到刚才 我说必须打开的那个 它这里面虽然有煤,有炭 它这些煤和炭都是假的 看上去是真的,其实是仿造的 因为它烧气嘛 英国一般就是真的烟囱 烧煤,烧柴火像邻居那样 再一个就是假装烧煤 其实是烧气的 再一个呢,就是烧垫的 烧气的同学一定要注意 你千万记住,打开通风口 这墙上的,就买这个通上垫的 而且它用垫呢,特别的省 如果你不想让它跑暖气的话 那这个炉子,你就让它光跑火苗 就看上去有火 后面反正有暖气 就感觉好像是比较暖和似的 这样就可以 或者你实在太冷了 让它跑一会儿火关上就是了 不过可能用垫会比较多 如果不跑暖气 只让它跑火苗 用不了太多点 现在我上去把这个灯擦一下 还没擦过呢 不知道怎么擦的 卸下来又不会卸 就拿着湿几斤吧,给它擦一下 掉下来了 我真不知道这个东西还能掉下来 掉下来怎么按上去 怎么掉下来了 怎么掉下来了 看看我能不能再按回去 看看我能不能再按回去 你看这怎么掉下来了 怎么掉下来了呢 戴着,别动 怎么样,干净吧 打工告成,see you next time 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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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